由山东门灯学快乐汉语 昆虞山优美的风景 然后边找那个奇怪的洗脚盆潭 好不好 好 走吧 昆虞山位于郊东半岛东端 横跨烟台 微海两地 山中潭水清澈 小溪潺潺 这样的景色在山东较为罕见 剑销和李娜就在这样的美景中 开始了寻找洗脚盆潭的旅程 可是洗脚盆潭究竟在哪呢 这时剑销和李娜远远看见一位大叔 他们打算去向大叔打听一下 大叔 你在干嘛呢 回家喝 回家喝 这个水时间就能喝吗 对 不用烧开 不用烧开了 不用烧开 那我试试啊 好 真的喝冰冰凉凉 它有点甜 你没事吧 我 我没事 很好喝 你看你要怎么喝的 嗯 好的 怎么样 有点甜啊 是吧 真的好喝吧 是啊 看样子昆虞山的糖水的确能喝 还有点甜 嗯 见笑李娜没想到吧 这昆虞山的水不但清澈 还能直接喝呢 你说这儿会不会就是洗脚盆潭啊 文叔叔吧 哎 叔叔这就是洗脚盆潭吗 这个地方不叫洗脚盆潭 叫玉瓶池 不叫洗脚盆潭 叫什么 玉瓶池 叫玉瓶池 对 为什么叫玉瓶池啊 不是吧 文叔的话我带你们两个三个看看 大叔说 由于玉瓶池的水质好 当地人都拿来直接饮用 瞧这位大叔年过六十身体还这么硬朗 说不定也是常年喝这样的天然矿泉水的缘故呢 不过玉瓶池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大叔告诉建肖和李娜 传说玉瓶池的水太清了 吸引了天上的神仙来这里洗澡 神仙们还特意变出一面墙做遮挡之用 因为这面墙 这里就被称作玉瓶池了 告别了大叔 建肖和李娜又继续寻找洗脚盆潭 没走多远 一个水潭引起了他们的兴趣 建肖 你看 好漂亮的水啊 这水怎么它是绿色的呀 是啊 建肖 你说它会不会是洗脚盆潭啊 这个我也不知道 不如咱找个人问问 好的 我看那边 刚好有人 你好 你好 打扰一下 问一下你们 这个是不是洗脚盆潭啊 不是洗脚盆 这里是翡翠潭 翡翠潭 为什么叫翡翠潭呢 因为这里的水特别清 特别绿 就像一块翡翠一样 所以叫翡翠水 看样子 孔玉上的潭的确与众不同 生活中 如果我们通过观察某个事物的表面 而做出了某种猜测或推断 这时你可以这样来表达 看样子怎么怎么样 就像节目中李娜说的这样 看样子 昆鱼山的潭的确与众不同 那翡翠潭的水 为什么这么绿呢 别看翡翠潭面积不大 可却有十几米深 四周茂密的树林 倒映在幽深的水面上 就使得潭水呈现出 像翡翠一样的颜色 这就是翡翠潭得名的原因了 看来啊 这洗脚盆潭还真是不好找 走着走着 建霄和李娜发现啊 这游客是越来越多 这是不是意味着 他们离洗脚盆潭也越来越近了呢 建霄和李娜发现 前方还有一个水潭 那这是不是洗脚盆潭呢 你们好 这里也好 问一下你们 这儿是不是叫洗脚盆潭啊 原来这里也不是洗脚盆潭 那它叫什么呢 仙女池 为什么叫仙女池 是不是仙女来到这里 所以叫仙女池 我们来到这里了 因为仙女来到这里了 因为仙女来到这里 所以叫仙女池 仙女来这里洗澡 所以叫仙女池 仙女来这里洗澡 那你要再来这洗澡 谢谢你 我很好奇 这个洗脚盆潭到底是什么样子呀 我们找了半天还没找到 在前面 还要往前走 你们去过吗 去过 大概什么样子的 大概 你啥一种没一种 就真的像洗脚盆一样 天然的 像洗脚盆子一样 到底是像洗脚盆还是洗脚盆呢 他们对这个洗脚盆潭更好奇了 尽管仍然没有找到洗脚盆潭 但建肖和李娜从游客的口中 得到了一些线索 他们决定按照游客们的描述 抓紧时间寻找洗脚盆潭 这时建肖和李娜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山洞 李娜当即决定去一探究竟 我进去看看 这个李娜 你太心急了点吧 这个 李娜怎么了 看样子 李娜在山洞里找洗脚盆潭 遇到了麻烦 生活中 如果我们通过观察某个事物的表面 而做出了某种猜测或推断 这时就可以这样来表达 就像节目中说的这样 看样子 苦于善的潭 的确与众不同 那么刚才李娜在山洞里 究竟看到了什么 她到底怎么了 她和建肖还能顺利的找到这洗脚盆潭吗 现在让我们赶紧去看一看